嗨小可爱们 我是你们的娃美小堂 前阵子选秀节目 又有很多骚操作凉凉了 但秀人的风还没吹完 创造营没出道的选手 节目里镜头没多少 吓了到天天精彩不停 线下搞一搞聚会团建 线上直播一堆人连麦 物料比在节目里还多 让粉丝看到节目里 没放出来的友情线 也看到了一些无法无天的画面 别这样别这样 别贵 别这样别这样 不太合适吧 不太合适吧 粉丝称之为后创时代 我本来以为他们顶多疯狂一个月 没想到两个月了 后创时代的余温还在 糖果超甜合体拍团宗 胡叶涛奥斯卡发糖上热搜 黄坤善云一响机场拥抱 代言机器力老师通稿不断 甚至重返海南 各种混搭直播 物料根本看不完 本期就来排一盘 后创时代众生向 下到后阵上最大的一次聚会 是余更颖生日 赛时他不是高人气选手 也没有很多营销话题 总决赛直播没休音的舞台 证明了他的Vocal实力 是有实力性格好的靠谱哥哥 在时20多个人想和他组队表演 下了岛半生日会 半个创造营的人都来捧场 当面组局有29个人 当天的连麦多达22个人 锦龙和任一鹏 哪怕再晚也要赶到现场 奉上祝福 这些人的小团体一环套一环 这边与各营无海打得火热 一起拍短视频 还商量合租 那边无海儿童姐还特立跑去给 吴宇恒张新特副次超准备礼物 恒星四海四人小团体 外加偶尔出来客串的外国朋友阿牧 吉祥弟弟 庆莲 小团体经常连麦 一起动弄团击吴宇恒 现在你是不是没那么知道 甚至吵到吴宇恒很吴宇 浪扣疼 众所周知 吴宇恒的直播间本人输不上话 能不能 更被阿牧嘲笑脑子有问题 我知道你有脑子 但是你的脑子有问题 阿牧对吴宇恒一切真心 他的某短视频账号 喜欢列表全是吴宇恒 把吴宇恒的所有视频点赞了一遍 不知道的阿牧粉丝 还以为误入了吴宇恒主页 张新特发短视频一页 哥哥们在评论列队支持 与吉祥弟弟间歇性的直播连妈 也日常上分 表示 他不接我我就和他绝交 两个语言不通的人的亲力称呼 是老头 清联下岛之后 活跃在大家的短视频和直播间里 费扬扬增 阿牧将直播给他打电话 全程中式英语 我都没听太懂 但外国人清联无障碍听懂了 他在微博开设 庆棚好友专栏 给阴历的朋友们 写真心诗感小作文 不止这些零散小团体 后闯时代 还存在过几大门派 以韩配权为首的军门 是在赛时就存在的团体 就是一起跳过主题曲 二串的选手们 但是全部就韩美娟采访表示 下岛后大家抢资源 节目里没说几句话的人 现在老是合体拍东西 疑似内涵创人塑料友情 自此之后 捐门表面疑似聚居 但捐门的分支堂门依旧活跃 是糖果超甜五人组 节目里第一期拉挂舞台全明朝 后面他们自嘲自黑 淘汰的时候还重演出舞台 把一出笑料变成出类点的环节 毕竟在节目里共怀难过 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阴影 陆定号下岛之后 火速曲关节目组关博 改名字 被灰仔反驳 创造影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我不要改 陆定号表示 哦不好意思 我还去过别的节目 恨比爱长久 表示 我们下次团阶去沙漠吧 去一个没有海没有花的地方 直播还特意跳了隔壁桃偶链 亲衣亲耳的主题曲舞蹈 吓得谢欣扬对经纪人试验色 门派成员谢欣扬 不只是唐门中人 他还是龙门边外成员 阴间百灵养 翻唱永不失恋的爱 能做到每个音都不在吊上 直播唱吉隆的新歌 开口的瞬间 张兴摇眼面 唱了两句 直接把原唱本人送走 翻了个白眼 退出直播间 谢欣扬 音乐这个东西咱在时 就是能不碰不碰 然后就专注演戏 加油弟弟 你一定可以 后创世代至今最活跃 联系最紧密的门派 是龙门 一掌门紧龙为首 不同于军门台门 关门松散的形式 龙门是一个大家族 入龙门 得龙魂 龙门精神 刻骨存 今朝我为龙门人 代代子孙入龙门 掌门间妈妈景龙 爸爸张兴摇 大女儿任硬棚 小女儿胡叶涛 大儿子诺言 二儿子何振郁 小儿子甘望兴 还有一些家族边外人员 他们不是亲人 却胜似亲人 连景龙亲姐姐 都亲自下场任弟妹 这个夫妻俩 没一个好人啊 他俩 景龙张兴摇 甘望兴在节目里 住一间宿舍 感情深厚 母爱似水 妈妈景龙支围巾 借给儿子一张2万银行卡 孩子们都很孝顺 会在妈妈被欺负的时候 火速出击 老黄老师你为什么要教训我妈 点进去他们的直播间 就像在闹家常 他们愿意为了合体 陆团统被狗追 骑猪炮 还大胆发言 让成团的into1 来给他们当嘉宾 他们是into1 我们是into4 龙门大家族 还有两位边外女婿 首先是 后创时代顶流CP Yes Mola 很开心这段旅程 因为遇到了 喜欢的人 I'm still lonely 胡叶涛和奥斯卡 从床内到床外 全大道的人都在嗑 他也可能属于我龙门人 为啥 因为胡叶涛是我龙门女 哦 龙门传承人 哦 这样子归属了 对 偶尚剧般的故事 要从节目里两人 互相吸引讲起 出舞台 他为他的美貌惊艳 他是我最美的男人 他为他的rap表演 起力加油 节目中两人心心相惜 对方是自己最想一起成团的人 最经典的是决赛夜 俩人卑卑 以及庆功夜后 俩人手牵着手一起下班 吓到之后 连麦直播各种危险发言 你教一教我 我 OK 不是这样教的 王正熊 不是这样 我不 另外一个 现在不教啊 不敢教啊 人太多了 是吧 俩人的对话 宛如老夫老妻 奥斯卡更表示 他赚钱就是为了给胡叶涛 子女买书包 我奥斯卡挣钱就给人家 子女买书包 儿童节那天 这个承诺还兑现了 原来六亿不是儿童节 是耶斯的情人节 一起相约看演唱会 一起扫楼贴贴 合体采访 光明正大的营业 不同于耶斯直白的甜蜜 丽老师和甘望欣这对 是用双标表现对一个人的爱意 赛时拒绝营业的丽老师 会在甘望欣面前 武功全废 会坐上他的自行车后座 会主动奔向他和他组队 一个看起来不太聪明的鬼 成为了他的最爱 你今天开心吗 真的我甘望欣开心 丽老师的高冷风格 从节目内延续到节目外 当别的闯人直播团建的时候 丽老师开启全国巡回散步 北京 上海 长沙 多地人民欧遇 他在散步 线上朋友们纷纷表示找不到他 面对我海的苦苦哀求 张兴尧的穷追不舍 他淡定无事 但他会主动找甘望欣散步 两人私下见面散步 易感节目里的冷漠表现 丽老师在甘望欣面前 竟然娇羞了起来 作为创造影2021真正初春的顶流 虽然节目结束了 但全世界散发着历露羞的余热 登上国内外各大知名新闻平台 登上美国知名乐评网站首页 被澳大利亚电视台报道 连金田江辉都听说了丽老师的故事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关在岛上 被迫唱跳太久 丽老师下了岛 开始报复性一夜 疯狂上班 抓紧一切机会赚钱 设处人设不倒 总结一下 闯人如此闹腾 看来创造影真的挑了11个人血糖 而且场面还不如这群闯人来的热闹 他们深受粉丝的喜欢 无非是他们将单纯的快乐 从节目里传到节目外 出了节目还是好朋友 没有复杂的利益冲突 而且聚在一起热度加倍 粉丝也爱看 谁不喜欢一群憨憨傻雕帅哥团建呢 好了 今天娃妹就讲到这里 你最喜欢后创时代的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娃娃娃妹 娃妹在这里等你哦